有些榴彈有沒有 我們擠發完之後 它底部你如果沒有恢復的話 就是這個底部要按下去 按到底咔噹的一聲 如果沒有這麼做的話 你灌瓦斯它瓦斯會全部漏掉 所以我們要把底部 按到底咔噹一聲之後 再來灌瓦斯 那我們在裝榴彈的時候 我們建議先灌瓦斯 先灌完瓦斯之後 再裝瓦斯彈 再裝瓦斯彈 這樣比較安全 還不會說我們選裝瓦斯彈 逛咔噹的時候 如果灌瓦斯彈 會對我們自己造成傷害 或是對面的造成傷害 那這是CAS180發的瓦斯彈 先幫我做一下介紹 這個瓦斯彈有沒有 它旁邊這裡有一圈 凹環 這是要幫助我們卡住瓦斯彈 OK 那麼瓦斯彈進去之後呢 然後 要把它推下去 推下去 它可以裝180發 可以裝到我們這個瓦斯彈 卡住位置 裝到這裡 OK 這樣就可以使用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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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謝謝 李莫 在幫助我們 請收藏